一片不景气中 全台间所自营商品 今年至今业绩高达3亿多元 其中金融监狱今年推出了天妇罗 卡拉棒以及手工鱼丸 都成为热门的自营商品 用鱼浆制成的手工天妇罗 经过冷却再下锅油炸 一块块的Q弹天妇罗 香味四溢 看起来像是金融庙口的小吃 但这些可是金融监狱 售行人的纯手工制作 炸鱼肉把搅成搅肉丹下去打 然后再加调味料 盐巴 味噌 糖 砂糖 除了热腾腾的天妇罗 烘焙坊的点心卡拉棒 也是金融监狱新兴产品 纯手工的面团 至少要经过30次的重复压食 再经过高温烘烤 酥脆的卡拉棒 也成为销入最好的商品之一 要一定要压到扎食 不扎食的话 自己要放着的话 它自己就会断裂 人气商品还有手工的鱼丸 Q弹的口感热销程度 几乎制作都来不及 这些利润除了部分作为 被害人补偿金之外 受刑人也能得到劳作金 今年累计到这个月 营业额大概有 一百七十几万 跟去年同期来比 大概有成长百分之六 六十六 这是目前 我们预估到年底的话 今年的自营作业营业额 大概可以到两百万以上 金龙监狱自制产品 过去的面包大受欢迎 今年再推出了天妇罗 卡拉棒及手工鱼丸 但天妇罗因为产量有限 目前只提供监索内销 目前卖的最好的是我们的手工鱼丸 它的鱼肉成分相当的高 大家吃了之后几乎一四成足够 天妇罗的部分是我们基隆的民产 我们也在积极开发这一块 监索自推产品不仅增加收入 受刑人也能借此学到一技之长 帮助未来就业 记者黄绍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